说到林志颖 大家都不陌生 林志颖出道多年 硬是个多期发展 在周杰伦没有出道的时候 就已经比现在的陆汉吴亦凡还大火了 林志颖出色的外形条件 阳光干净的气质 让她大受欢迎 吸引了一大票粉丝的热爱 年纪时期的林志颖 就推出了自己的首张个人专辑 主打歌不是每个练曲都有美好回忆 和17岁的语迹 成为当时热门的流行金曲 林志颖更获得亚洲小旋风的封号 是当时唯一能与香港四大天王 抗衡了偶像巨星 那时候林志颖拍的电影《旋风小字》一上映 就引起了不小的热潮 随后林志颖又拍了很多赤手可热的电视剧《绝带双交》和刘依飞合作的天龙八部 和放羊的行星等 放羊的行星也曾是最热锅的台队之一 林志颖是幸运的 拥有不老的童颜 上千好像特别倦故她 如今四十多岁还是一张娃娃也 岁月似乎不 愿意在她脸上留下任何痕迹 林志颖现已结婚生子 是有三个孩子的父亲了 不仅演艺事业相当成功 同时还是个成功的企业家 拥有上一身家的林志颖 已经是人生大赢家了 林志颖才好第二 家里还有一个哥哥和两个弟弟 一个妹妹 按理说有林志颖这样又有钱 又成功的亲兄弟 兄弟姐妹应该过得不会差的 不过有人发现林志颖的亲哥哥林志杰 在路边摆摊被认出后 哥哥林志杰 最不承认是林志颖的哥哥 林志颖的哥哥摆摊卖肠粉 吃过的路人都说味道很好 受到很多人的喜爱 被一再追问下 林志杰才说出来摆摊 这不认弟弟的原因 真的有点扎心了 竟然是因为喜欢吃肠粉 所以从广东推广肠粉到台湾 让更多人能吃到 不认弟弟不是因为别的 只是因为怕自己给弟弟丢脸 怕林志颖因为有个卖肠粉的哥哥而没面子 这样的哥哥真的很暖心啊 而林志颖也说过自己完全不会觉得丢脸 反而很骄傲有这样的哥哥 林志颖还经常去哥哥的店里帮忙 也可以经常帮哥哥的店里做宣传 不认弟弟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